每周我至少要上5次门诊,要看200多个男性病人,这其中,早些患者,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在各大医疗平台上,也数早些患者次去门诊的最多,更有甚者。 像我发来了求救信,到我这儿看病的早些患者,大多是辗转了几家医院,换了几个医生才来的早些这个问题,治疗难度很大,目前医学界上无特效疗法官室,常常是嘱咐患者提高性交频率,配合一些抗焦率的药物或者重要桥理。 然而,两三个月之后,一两分钟异诱,最近几年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早些患者的阴晶被神经兴奋性,特别是阴晶头的感觉神经兴奋性比正常人高。 以至于在性交时射精潜伏器与射精反射弧较短,射精刺激率直低,在性交时容易诱发过到射精。 正常情况下阴晶被神经的分支应该是两根,可是原发性顽固性早些的病人却多达爬到九根,可别人甚至13根以上,过度过敏的神经分布在龟头冠状沟处,导致对性刺激的高度敏感性。 一旦进入阴道甚至刚刚接触到阴道口就会出现一触即发,一进入住的现象。 瞧黑板,说白了,就是阴晶龟头过敏了,过于敏感怎样才能降低阴晶龟头的敏感度呢? 显微镜下阴晶被神经选择性切断数,这个手术,熟悉南科的朋友们应该不陌生,但是普田西非公立医院,却将其作臭了,无限放大手术指针,夹只手术操作的不规范,让很多不明就已的早些患者对其葬身的信心。 显微镜下阴晶被神经选择性切断数,由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科率先开展。 目前只有少数医院可以做,国内能熟练操作,此项技术的医生并不多,患者必须要在大型公立三角医院选择有惊险的专科医生疗效才有保障。 其实,这个手术只要严格把握是印证,手术不照规范严谨,而是可以获得满意疗效的。 根据我科数据统计,早些患者一般术后一个月开始新生活,80%以上的性生活有明显延长,时间长达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患者自觉控制射精的能力大大加强,手术是印证,一,原发性早现,即此首次性生活就出现早现,二无阴晶勃起功能障碍,三,男性缺乏随意调节射精的能力,两分钟以内就射精的人,甚至阴晶差入一二级射精,或稍有刺激及射精的人。 四,配偶的性满意率小于50%,五,气质心源导致因尽感觉敏感度过高的人,通过控制射精训练及保守治疗后,人无法控制射精,上述判断标准要求患者夫妻同聚,性生活规律,外生直气发育正常,双侧高丸,不高,经所出诊无异常,前列腺直诊正常, 尿常规,前列腺常规检查正常,以及无其他手术经济症,最后,我再回答一下,打算做这个手术的早些患者,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做了这个手术,会不会造成阳尾呀? 朋友,你想多了,男性的勃起功能是在肌肤的作用下,由阴晶,海绵体高度充血膨胀形成的,不会受到这个手术的影响了,而做了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生日吗? 朋友,你又想多了,因此是在高丸中形成,并经生殖管道排出体外的,这个手术是在冠状沟处横向开一个很表显的切口,并不伤及高丸及生殖管道,当然也不会导致男性不育,编辑欧力图源网络,仅供参考,关注at袁一封南科,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